DX2012 ICT P1B 长题目的第五题 根据考评局的报告 这条题目当年考生回答得一般 part A的comment是fair part B part C的comment是poor 我们先看题目给我们的context的处境是什么 他说有一家学校准备将它的newsletter 由子本的模式转做electronics电子的模式 这个过程有名称的叫做数码化 数码化之后好处是什么呢 就可以将newsletter下载去到学生的平板电脑上面 所以学生直接用他的tablet就可以看到newsletter 起码缺些字因为不用再印出来 而有个Mr. Lee先生负责in charge 就是负责整个publication就是出版 就是简单来说以前出版这些子本的newsletter 现在不做这些了 现在就转型 我们只在电脑上出那些newsletter 那这个题目part A就问这个数码化过程 究竟对学生有什么benefit 有什么益处 那就要讲两个例子 两个example 根据口评局的报告 答应这些题目的大忌就是离题 那我们一定要stake to 题目的字眼 它说明 benefit to student 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当年很多考生就回答了 哦 Electronic 相对paper base的newsletter的好处 例如环保 省字 省少点树 那当然这些都是事实来的 saving paper 比如省点字 省少点树 或者制作成本会低一点 因为不用印出来的嘛 你直接在电脑排版 就可以出到一个newsletter 但是这些事实 是不是benefit to students 这个是一个问号来的 因为基本上 学生是拿个平板去看这些newsletter 你省字或者省 course 没做都是事实 但对学生来说 看的人是不是他的benefit 有多明显就不是 因为不是他制作newsletter出来的 反而这些事实 对谁是好处呢 应该是对Mr. Lee 或者对学校是好处的 因为可以省点cours 亦都是推荐环保的教育 所以这些我们说 比较general的答案 不能够针对题目的要求 所以我们公公司答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general 不要太一般 因为这样是不足以可以拿到分 反而我们一定要specific一些 就是精准一些 具体一些 入浴一些 specific一些 拿分机会就大 所以partner要问 benefit to student 对学生的益处 我们要切身处地想想 学生这样用tablet 平板电脑 看newsletter 和你这样看 看子本newsletter 究竟赚了些什么呢 首先 Electronic的newsletter 你有多媒体 multimedia 就一定会吸引一些 因为你保证有彩色的相片 有动画 有影片 保证会刺激到学生的眼球 如果你说只本的 可能真的黑白色 未必保证会有彩色印刷 而且内容不会动的 但如果你是multimedia 那些content 会有动的 有得互动的 特别如果你的内容 是拆了hyperlink 就会有个元素 叫interactive 你可以做到互动的内容 这个也是 paper base的newsletter 是做不到的 最后 Electronic的好处 就是你用平板电脑 你可以存起 那些newsletter 一次过看 或者看旧版本 都是很容易的 如果是子本 paper base的 你就未必有那么好心机 找个file 保留学校的newsletter 但如果是Electronic 你又很容易 保留一个记录 或者保留一个history of school newsletter 好 我们写下三个 得分的key point 第一 因为Electronic的newsletter 可以支持multimedia 升华俱备 内容一定更加吸引 只得子本的内容 第二 可以插入hyperlink 超连结 令到newsletter的内容 可以有互动interactive的功能 如果是子本 基本上都是单向的 第三 就是电子的newsletter 你容易点 keep record 以及一次过可以 看几篇都可以 相反来说 如果是子本 你存起它 是会比较麻烦些 而看的人 即是学生 都未必有这个习惯